下面這個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一樣是一顆白皮螺蟻石 那這顆的燕台名稱叫 金秋十節迎豐收 好那它有 21 31 8 21就是這樣子 這樣21 31是這樣子 然後8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特色 這顆白皮的特色在於 它的巧妙設計 因為它這個這顆的話是 對我來講這算叫做粗皮 粗皮 這是為什麼呢 它的這個實質比較粗一點點 你可以看得到它 明顯看得到好像有看到顆粒的感覺 有沒有 那厲害的地方在哪裡呢 它竟然是找到它的實心的部分 是最完整 缺陷最少 最細緻的地方 把它刻成燕堂的中心 在磨磨的時候呢 就可以發揮到最佳的效果 然後你可以看到 比照一下這邊 和旁邊這一層 有沒有 這一層和這一層 基本上是不一樣的 看一下感覺一下 有沒有 好 就是不一樣的 它就只有這一圈 這邊的實質是最好的 然後旁邊的話會比較粗一點點 像這個有時候我不會剪它 但是呢 不剪現在又剪不到了 所以是 蠻尷尬的 就是這樣子 我先拍張照 好 然後呢 它這個叫做 金秋石節什麼的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邊 刻了一個 口桃 花生 在這邊在燕池裡面 刻了花生 那花生沒有把它上這個蠟 讓它可以有一個顏色的對比 上蠟之後就變成全部都是綠色 就像葉子這樣子的綠色 這樣子的話 就看不出來它的效果了 我還記得小時候去拔這個土豆的時候 拔出來一堆蛋 然後蛋有一顆破掉裡面 還有小蛇在裡面 水磷 好 我們看旁邊 石頭旁邊 這是一個白皮的一個特色的旁邊 這我常看到 現在濁水溪裡面也有 也有少數幾顆這樣子的石頭 粗皮 有的是太大 剪不動 有的是真的太粗 剪得也白費工 所以呢 蠻堅戒的 一樣有它的特色 石紋的木紋 這樣子 好 這個 就拍到這裡 金秋石解迎豐收